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其实现在也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五的台北股市了 我们来关心到其实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再次整个台北股市是收在了7642点上涨了19点 涨幅0.25% 而且在成交量的部分依旧有大概900亿元的成交量哦 我们关心到其实在台北股市还是显得相对比较强劲的情形之下 在周线上也是出现了连三红 那筹码面的变化又是如何带你一并来做个参考 在外置的部分可以看到持续的买超总共买超了27亿元 不过本土法人似乎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保守 已经开始先行的获利入带了 因为在投信的部分就已经是调节了6亿元 而在自营商的部分则是小幅度的加码了3亿元 三大法人合计在上个星期五是买超了24亿元 至于在自营的变化也是带大家一起来做个参考 在融资的部分是增加了4.9亿元 可以关心到在法人散户朋友是持续的进场了 不过在融券的部分也是持续的增加哦 不断的有人来进行放空的动作 也让目前累计的融券张数已经是超过了85万张 来到了86万张了 而在上星期五是增加了1.4万张 以上就是球码面的一个变化 提供给大家一起来做个参考 我们关心小琪在外资似乎还是持续着非常看好台北股市 不过刚刚我们已经提到 在周线上面已经出现了连三红 这个星期的走势又是如何呢 节目当中为您请到两位资深分析师 第一位是顾德投过的总顾问 张志诚 张老师你好 主播早安 关键朋友大家早 第二位则是资深分析师谢培宇 培宇你好 心里早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早 来关心到的 其实在今天平面媒体有个消息 就是郑院将会在今天讨论股市的振兴方案 哇 我们的冲哥啊 陈冲院长呢 就说这个时机点真的是非常的好 因为在美国年底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呢 一定会解决财政悬崖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振兴股市的措施弄出来 那刚好就可以搭载着明年整个国际面的行情回温 而且我们关心在筹码面的部分 外资也是持续的在加码台股 所以大家都在想是不是这个双咖行情还能够持续的下去呢 这个星期还有可能会呈现一个价涨量争的可能吗 张老师怎么来做解析呢 好 这个礼拜的部分 价的部分应该还有机会续创高点 但是至于量的部分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要在大幅的推升 千亿甚至超过1200亿上量就比较难度比较有 主要理由是因为慢慢的陆续要在最后的时间点 12月10号 这个营收公布结束以后该反应的一些利空的个股 它会开始走向比较稍微修正的一条路 我之所以会谈这个事情是因为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看不到营收 所以认为股市刚反转上来第一波 当然我说了每一个个股都有机会大涨 但是当到了所谓的营收公布的过程当中 有些个股 它可能会因为营收开始出现 不如预期性这么强的时候会做震荡 但是我告诉大家以目前以11月份营出口来讲的话 目前传出来的讯息报纸是写淡定的成长 而且本月的部分财政部预估不只本月乐观 而且明年整体会缓步向上 那这一点大家就会回想到 我在之前跟大家谈过了 我认为12月份这边有机会景气的灯号 翻为绿灯因为股市上涨的关系 包含出口海关值的这个部分是成长的关系 所以最重要的部分是 目前大盘的结构虽然量 我相信很多人认为所谓的量价背离 量价背离 但是请投资朋友要注意一个讯号 大盘它综合了金融 电子传产这几个类股在走 但是如果你看整个比较属于 指标性主流的族群 好比电子类股 各位真的要注意 它已经领先过了7789点的高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讯号 然后电子类股过了7789点的高点 你再看看摩台期货的结构 摩台的结构在上个礼拜 我就预告过了 它也已经会领先过7789之前的高点 所以刚欣云讲到说 外资其喊双嘎 简单的讲 就是因为它摩台的部分 已经布仓结构是偏多 所以现在在消息里面就告诉你 我要双嘎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我常跟大家说 外资的讲法 有时候要稍微给它打一点则数 双嘎要嘎自己 各位听得懂我意思吗 借券空单最多的是它自己 然后还有包含 这个一路上来空手 比较多也是它自己 它讲到双嘎 难道是嘎它自己吗 我想针对这一点来讲的话 它所谓的双嘎是告诉大家 它们还有续买的空间 但是不要把他想象说 今天要嘎字 就一定要马上像之前这一波一样 马上急功 那我还是强调 目前看起来 以营收来看的话 很好的是 利多消息 从一开始大力光 苹果相关的股票 营收创了历史新高以后 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强的公司 叫玉京光 也创了营收的新高 然后到宏达店 11月份的营收 也比前个月成长了 23% 到这个礼拜为止 鸿海集团 鸿海的营收 创了新高 各位 这就是很关键的讯号了 鸿海 我相信过去一波 很少人跟你谈这个事情 因为大家认为 苹果的股价 美国的苹果股价走势 非常的弱 但是各位 你要想一个问题 如果苹果的股价很弱 是因为 它把它过去的神话的因素 不再做得这么大的 那现在变成 台湾会受贿的就是 苹果往低价商品下走的时候 量会做出来 那我们做代工的 做营收的部分 它就会起来 果然吻合国的预期 鸿海集鸿海的营收起来 而且 做这个连接线系的正威 各位 表现也是非常非常亮眼 那光这两个公司的表现 我认为今天就足以支撑大盘 让其他的电子股续工了 所以说 张老师认为说 光是宏家俊 就可以带领整个大盘 持续的往前走 对 持续的往前走 而且是 在这震荡的过程里面 不要太过于害怕 我还是强调 因为 期货的节奏时间还没到 所以还会有所谓 见到高点 因为电子跟摩托台都过了 那最重要的是 原始的主流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原始的主流 不要因为震荡就放掉 现在有的是 要积极的把比较弱的股票 比较涨不动的 换到比较强的公司 这个才是 这一波12月操作 最重要的核心 所以张老师 还是看好原主流 不过刚刚也是提到一个外资的变化 事实上感觉起来 好像这一阵子的外资就是最捧场的 因为外资持续的都是站在了买方 让大家都在想了 是不是外资比较青睐的一些个股 在后续上比较有机会呢 而且我们来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在上个星期五 其实修红的嘛 最后呢 可以看到 其实在涨幅的部分 还有接近0.25% 但是很可惜哦 在OTC电头市场的部分 则是反倒是下跌了 大概0.25% 哎怎么搞的 好像是整个 感觉起来还是一些中型 大型的一些个股 比较有机会 一些中小型的电子股啊 中小型的上贵个股呢 感觉起来 走势就是显得相对比较弱势一些 而且值得注意的就是 这些外资啊 这一波持续的都是大买什么呢 大买一些重量级的全只股 像是金融类股 甚至还买0050 在上个星期五时候 外资竟然是买了 8000张的0050 所以是不是代表说 其实外资对于指数上面 感觉还是有一点期待呢 那时候是不是报一些 大型的全只股相对比较安全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一直讲到说 到了这个7600点以上 投资朋友你要特别注意就是什么呢 当然指数如果在 这个相对的低档区 其实你这个指数要做一个反弹 其实你压什么股票 几乎都会有一些 这个行情 只是多寡而已啦 有人涨一天 有人涨十天差很多 对就是有人涨一两天 两三天 可能涨个这个 两三%三四%而已 那有些个股呢 它可能连涨十天 那它的这个报酬率 可以高达两成三成 但是到了7600点以上 投资朋友你就要特别注意 这个就后续呢 它就会是一个 这个业绩主导股价的一个状况 所以投资朋友你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 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其实感觉非常明显就是 有业绩的个股 甚至之前买盘持续强烈 买进的一些个股 包括什么 包括像这个台积电的部分 包括大力光的部分 它其实它的股价呢 持续都还是维持在 相对的高档区 而且它这个高档不坠的 一个状况 其实非常明显 那但是呢 这些中小型的 比较这个 比较算低价的 这些个股的部分呢 在上个礼拜 就比较有一个休息的状况 所以我们看贵买指数 它在这个上个礼拜五呢 就相对比较弱势 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看起来 就是说外资的买盘 它还是非常集中的 而且指数来到7600点的 一个相对比较高档的 一个位置区 我们如果拿这个 所谓的这个技术的指标 来看的话 像KD的部分呢 来看了 你就会发现说 KD也来到相对的高档区 势必哦 在这个高档区的部分 它会陷入一个 所谓的这个震荡整理的 一个部分 所以同志朋友 在未来这一段时间的操作 你其实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非常重要就是 后面的业绩 能不能持续的跟上来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这个美国目前来看 上个礼拜五 这个涨势开始 有点趋缓 为什么 因为上个礼拜五的 这个美国的消费者 新银指数 来到这个74.5 大幅的低于 市场分析师的预期 甚至说比上个月的 这个数字呢 稍微有一点 这个比较不如预期的 一个状况 那甚至说我们 找到另外一个数据 叫做高盛的 联手店的这个指数呢 也比前一周来的 下滑3.1%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 美国目前 我们之前在看这个 所谓的业绩的部分 他都在看说 这个感恩节的 这个销售旺季 那能不能持续延续到 所谓的这个 圣诞节的这个部分 那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买器好像 在这个 感恩节的这个部分呢 他这个买器 是有冲出来的 但是后续的这个买器 能不能持续的 做一个加持的动作 目前看起来 好像有一点点退潮 当然距离这个 所谓的 圣诞节的部分 还有大概一到两周 所以我们还要在持续观察说 这样子一到两周的 这个状况之下 美国的这个买器 能不能持续的 冲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对于相关的 业绩股的部分 对于12月的营收 当然还可以有所期待 但是如果说 这样子的一个 感恩节的这个 销售 非常畅旺的一个状况是 说一次性的 就把这个东西 全部都买完了 那到了这个 业练节的部分 他的买器稍微有点 下滑的状况之下的话呢 对于相关的 业绩股的部分 如果说他后续 如果没有 后续的订单的话 那对于这个 在相对的 高档区的部分 他就会相对 比较危险一点 往年来说 是Thanksgiving 感恩节卖比较好 还是圣诞节 这Christmas 我记得其实在Christmas 有那个Boxing Day 不是也卖的还不错吗 其实这几天 这几年 我们其实有发现一件事 就是 其实感恩节的销售都非常好 包括说这个 当然一般店铺 它可能会稍微下滑一点 但是网购的部分还不错 但是到了这个 夜诞节的部分 它的这个销售趋势 其实还是会下滑的一个部分 因为感恩节 它的这个 这个折扣可能比较多 或者是促销给的比较多 所以往年来说 还是感恩节卖比较好 对 因为我已经闷了一整年了 我可能七八月 甚至上半年 我都没有买东西 那感恩节这个 这个销售的折扣 忍不住了 对 忍不住了 终于可以买东西了 这跟台湾的 这个周年性一样 第一天你去 这个都排满人 但是你到中期 到后期去 百货公司哪里都没人 就是一样的意思 可能到最后一天 可能大家还是 做最后的抢购 但是到了后期 其实该买的东西 都买的差不多 当然会有相对亮眼的商品 比如说这个 iPhone 5 或者是说相对的 平板电脑 可能iPad iPad mini 可能还是持续做一个畅望 但是其他比较 没有那么长销型的一个商品 它的这个销售数字 可能会开始 有一点点走滑的 一个状况的 这个情况之下 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压宝 所谓的这个投资 我们的这个股票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要去想说 这个商品 它卖的好 它的相关供应链 可能不错 但是这个商品 可能后续 它的这个买气 没有那么强的状况之下 营收没有办法 持续的大幅做一个 增长的一个状况之下 投资朋友 在这个相对的高档区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 好 刚刚裴玉师特别提到了 iPhone 5的一个 相关供应链 其实事实上 在最近 整个iPhone 5的一些 供应链的营收 也陆陆续续都公布了 发现 其实表现都还不错 不管是洪家军也好 做正威的 做连连气的正威 其实表现也是相对 比较好一些 但我们发现 这些个股感觉起来 最近都是外资在买 投资都还没有开始买 所以随着 这些营收陆续续公布 都有一些好成绩 投资可能不可能 也开始慢慢回补 张老师怎么看 好 这个投资的部分 陆路续续 还会有回补的动作 但是因为短线上 我认为投资在 7000点这附近 其实有一点 贤命护盘的一个效果 所以当时 他已经有先做进场卡位了 最近几天 投资其实都有在做调节 那投资调节在过程里面 我认为他所调节的 还是在针对比较属于 小型股的部分居多 因为之前那一波 小型股被大家 讲到常常就是说 你只要做小型的股票 就是跟人家有划钩 所以投资为了避险 所以才会在这一波 我特别告诉大家 我比较青睐 中型跟大型的股票 所以上个星期 我OTC也是显得 相对比较弱 对 各位这个就是 股市的结构 其实有一点 它在状况不同 在发生的时候 你要去应对 不像以前一样 观念要改 以前都是大型股 然后高价股 涨完 就马上轮比较小型的 但这一次我观察 小型的 似乎没有什么大动 所以投资在买超的股票里面 比较中型大型的 我认为你后续 到年底 就有继续追踪的一个动向 首先先来看到 我们请导播把这个 投信的买超排行单拿出来看 友达目前是列为买超第一名 因为奇美电似乎在外资那边买的比较多 所以友达奇美电似乎在外资那边买的比较多 所以友达奇美电似乎在两家投信都有琢磨的过程里面 他要呛三星 但其实这则消息 从宏达电 那个时候股价在 我印象说在200块以下那时候 我跟大家讲了 我特别去拿了一支新的手机 叫做HTCJ 它里头用的 MO类的面板 我研判就是跟友达拿的 果然没有错 消息传出来了 认为说友达夏季 就要开始大股量产MO类 因为产能已经被Sony跟宏达电包了 所以在这个区别上来讲 友达 今天这样的消息处理率多 而且你就量价结构来看 他这一波的走势 没有像奇美电一样 用连续性的喷出格局 所以友达今天这样的利多 合理来讲 在量价结构 没有失控情形之下 应该只要有出量比昨天多 他就是属于一个所谓的表态量 很有机会会再过前高 这是大家注意的一个动向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投信买超的个股当中 你像是金元店 我看来看去 营收的部分 似乎也是持续来做成长 我认为这个地方 金元店的股价也没有什么大幅的拉涨 所以大家也要关心一下 是金元店这边有明显的 补涨的一个行列 甚至呢 讲到像是这个世界先进 不过世界先进这一点 我可能就要跟大家讲一点不一样的一个架构 世界先进的部分是 上档整理过后 投信虽然还持续买超 但是很明显的这个买盘 没有办法让他一举性的做大幅性的供出 那是不是他在等待 这个所谓世界先进后 后面有特定的业绩要进账 我认为这个整理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但看起来只要投信筹码没有释出 应该到年底 是有机会利用业绩 再做一个强工 所以呢 纵观这些投信的族群的产品 我简单的告诉大家 我认为啦 他们也很巧的 除了金店 除了像是传产的长荣 还有华夏 还有连强是叠生买的关系 其实投信 索码的族群有两个 一个叫做电子的龙头 另外一个叫中概龙头 那中概往往是投信比较喜欢做的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喜欢做 中概相关类股的人 你就跟着投信做 就可以 中概龙头 是指哪一个区块啊 你看一下中概的部分 这个很标准的 像刚刚不是看那个保护生有买吗 对 那其实 是0061 买到指数型的 就我的印象 投信过去在润态犬跟润态心上面 琢磨是蛮深的 所以这一波润态犬跟润态心 之前的买超很多 但是经过一波稍微调节过后 最近又重新回到买超的行列 会不会一局买一买 因为它的调节 其实并没有把股价压得很深 所以后面如果有再续买动的话 我个人研判 利用中概 也就是中国大陆股市 最近的反弹波当中 再酝酿一波新的一个方向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大家可以去注意说中概毕竟相对位阶 没有这么高档的一个架构 这个补涨的利多操作是可以的 所以张老师比较看好就是内需的通路龙头吗 就润态集团吗 那是针对投信 投信 那目前 目前我个人 我个人我还是喜欢在手机跟触控上面找一个机会 因为我认为要买股票还是买业绩成长性最佳的 最近看到很多的专家啦 外资啦 外资的分析师啦 都在讲说双咖 然后看到台北股市什么七千八 八千有的已经开始准备喊一万了 但是各位你要想一下 不过是三个礼拜以前的事情 全市场多悲观啊 那当时在低党区的时候 我在跟大家谈这个所谓宏达电 谈这个触控谈这个苹果不要杀低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 确实也有投资朋友 可能以前的没有做股票 那看到台北股市很奇怪 那怎么莫名的台积电一直在涨啊 很多股票都很弱 他的一个感觉说 既然台积都敢涨 那我干脆就是 就可能听到我在讲说宏达电可以进进场 后来两百多坏买 虽然这一波涨到275 我一拿到275 那边他跟我聊讲说 他卖掉了 卖得早一点 最前震荡下来 也问我啊 就特别问我 特别问我说 虽然有感谢我啦 我跟大家谢谢 有赚钱就好 那感谢我的过程里面 问我一下 但这种震荡他不会做了 我还是告诉各位 多头行情 当然第一波大家赚得到 但是紧接后面震荡 那个难度 才是在考虑大家的时候 好 第一波可能是外资买上来的 接下来大家都在想来 投信的动作到底是如何呢 因为现在碰上了12月 都已经10号了嘛 距离年底也没几个交易日了 投信有没有可能 也会有一个投信作帐 如果说这时候 真的要找作帐标的的话 培育怎么看啊 刚刚其实 张老师特别提出来 其实投信比较偏爱的 就是电子跟中盖的龙头了 那你怎么看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之前讲过说 在这个12月中之前 其实大家都会作帐 包括这个投信也会作帐 包括集团股也会作帐 但是今天已经来到 这个12月10号了嘛 所以之后呢 当然大概剩下 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大概作帐的时间 大概差不多 所以未来投资朋友 要把握这个一个礼拜的机会 所以只剩差不多 最后一个礼拜时间 大概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之内 当然到后来之后 大概再隔一个礼拜之后 就可能开始会有 所谓的这个结账的卖 会出来 或者说他也不用 作帐变结账了 对或者是说 他不用那么充说 我把这个股价 全部都做上去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最近我们在讲 这个集团作帐的部分 像这个长荣的部分 最近集团作帐 是做的还蛮明显的 包括什么长荣行 长荣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传产的一些 这个集团股的部分 但是在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 好像开始在这个地方 涨了一波之后 譬如说像育龙的部分 或者说像台泥 像雅泥的部分 最近这几天 都有好消息的部分 会不会在这个高档区 开始有一些震荡的这个部分 因为已经拉到相对的高档 或者说像台数集团 台数四保的这个部分 上个礼拜 我们其实也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上个礼拜 有所谓的这个 4.7期的 这个环平的这个部分 顺利的过关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 股价好像开始 没有开始做一个 这个比较上工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然投资朋友特别注意 集团作战股 大概做到这个礼拜 大概就差不多 那投信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特别注意 像这个友达的部分 联电的部分 奇美电的部分 顺便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这个 一直在追踪 所谓的友达的部分 当然今天有出好消息 包括像刚才讲的 这个AMOLED的这个部分 或者说这个大陆的 这个电视面板卖得很好 或是这个美国的 电视面板卖得很好 但是投资朋友 我要特别在这边 做一个提醒 之前我们讲说 这个iPad mini的这个订单 好像有掉单的状况 那个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说 大家不要怕 他现在不是说 会付出货了吗 对 会付出货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 相对的高档了 开始出这样的消息 甚至说什么AMOLED iPad mini的订单 全部都出来了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后面可能 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一波 大家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圆月的 这个拉货效应 就是为了中国的 农历过年 那这一波 其实拉货 拉得非常凶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现在目前掌握到最新消息是 目前大陆的这个面板厂的 这个库存的这个部分 本来从四到六周 现在已经拉到六到八周 已经这个水位 已经拉到相对的 比较高的这个部分 投资朋友要特别注意说 相对的高档 你要特别注意 不要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最高 不要看到这个好消息 就刚刚做一个 这个抢劲的动作 甚至说 在这个高档区 如果你原本有的话 我建议在这个地方 可以稍微做一个 这个逢高 利多的获利了解 等到拉回之后 像这个奇美 奇美啦 友达都一样 等到拉回的这个部分 你再做一个 区间的这个差价就可以 相对高档区不要追 拉回再做一个买进 就可以了 好 所以说股价 在高档爆出了 利多消息 这时候投资人 真的要多想想 再进行这个思考 到底要不要进行追价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近段广告 等一下带您看 奇货市场开盘表现 马上回来 股市冠军张老师投资心法 生活简单就是幸福 但学会简单却不简单 不执着的人生 才会更轻松开阔 股市投资本就有风险 输就输在你太执着 人性弱点我掌握得到 服务助人更是我的理念 每日赠送研究资料 免费索取专线 02-2351-3999 02-2351-3999 台湾好所在 全新出发 资深房地产专家田大全 以全新观点 带您专业掌握 国内外房市脉动和讯息 现场直集 全台各地中古屋 暗星橙屋 审美观察 设计师帮屋主 竹梦圆梦 不管你想买房子 卖房子 租房子 看房子 挑房子 田大全 一次告诉你 请锁定三立财新台 台湾好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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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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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养生我知道 周周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货市场就在刚刚已经开盘了 目前全面的小高盘开出的最新报价来到了7680点 目前台纸期的涨幅在0.3% 不过在电子的部分谈的比较少一点了 目前最新报价来到292点 目前涨幅只有0.1% 而在金融的部分目前的涨幅在0.4% 显得相对比较强势一些 目前最新报价来到了835点 而期货市场在车码面的变化也是带大家一起来做个参考了 外资目前累积的金多单还是有12828口 而在自营商的部分目前累积的净空单则是25口 投信部分的净多单则是来到了943口 这三大把仍在期货市场上个星期五 重码面的一个变化提供给大家一起来做个参考 我们发现呢 其实在外资部分目前累积的净多单 还是显得相对在比较高一点的水位 目前接近了13000口 好 不过持续呢 带大家来关心的则是一个产面面的一个消息了 今天可以关心到在台积电的部分 已经是提前一年接获到来自于苹果的 28奈米高阶处理器的订单 这个消息呢正让外资圈非常的惊讶 因为大家都在想来近期 是不是就要看到三位数的台积电了呢 台积电今天有一个这么正面的一个消息传出来 股价已经在相对的高档 还有机会持续往上来进行缓步跌高吗 还是认为说 这个时机点很可能 是不是像你刚讲的高档暴力多 会不会投资人要先想想 还是说这是不同的状况呢 那台积电如果说表现非常的好的话 那是不是相关概念股 这个时间点上也可以多加注意了 那哪些相关概念股可以多注意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当然 我们看台积电它的这个技术现行 你就会发现说 在上个礼拜 我们帮大家准备一张图 上个礼拜的这个外资呢 它是卖超台积电的 但是很特别的是什么 它是前 这个上个礼拜的前三天卖 卖很多 每天都卖超过万张 但是呢 上个礼拜的 礼拜四 礼拜五开始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好像外资在这个地方 好像开始有知道说 这个苹果的订单 是不是提前下给 所谓的这个台积电的部分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利多讯息 在今天的这个盘面上 我刚才讲过 我们在上一段节目讲过 目前的这个资金 有一个集中化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利多出来 当然外资的买盘 可能还是会持续的敲进 所谓的这个台积电的部分 也可以看得出来说 为什么今天的这个台子期的部分 还是稍微这个开一个小高 可能就是预期说 台积电还是可以把这个指数 稍微拉上去一点 但是在这个地方 当然台积电已经快要来到 100块的这个价位 投资朋友你要说要去买 70块不敢买 80块不敢买 90几块我相信 投资朋友大概也不会买了 就算他破100块 投资朋友你还是不会买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当然投资朋友 我们就跟我们当初在讲 这个联发科的状况一样 就是联发科300多块了 也没有人敢买 但是你可以去找一些什么 像这个比较低档 像什么紧硕啦 像系格的部分 投资朋友你就要特别注意 那台积电的状况也是一样 你100块的台积电 你不敢买没关系 相关的概念股 其实投资朋友 你就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这个日月光的部分 它在上一个月的这个营收的部分 是月增9.9% 所以你看上个礼拜日月光 法人就买了快要4万张 这个其实大家就可以知道 买最多就开了 因为日月光它拿台积电的订单 有超过5成 台积电有5成的订单 都是下给日月光 所以如果台积电好的话 日月光一定好 但是我们看 如果你看日月光的股价 你就会发现 还没有过前波的高点 因为当然它这个还原全值 是已经过了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这个 除全除洗不看的话 还没有过前波的高点 所以投资朋友你特别注意 台积电已经创高点了 如果说它这个下单5成的 这个日月光的部分 当然这是有机会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3265的 这个台积科的部分 投资朋友也可以特别注意 为什么 因为台积科的这个营收的部分 大概有4到5成 都是来自于台积电 而且它为了这个台积电的 28奈米的这个测试订单 它最近都 这个从上半年就开始 积极地扩充它的 28奈米制程的这个测试的 这个机台的部分 就是否所谓的这个 台积电的28奈米订单 所以如果28奈米的订单 能够持续地做一个 良率的开出 甚至说做一个 这个出货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的测试订单要给谁 一定是给台积科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台积科的股价 最近虽然有一个 这个高档一个震荡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 如果我们来看它的 这个营收的部分 或者是获利的部分 台积科的前三季的获利 大概是2.77块 我们保守估了 大概在这个第四季的部分 目前看它的营收 在11月的营收 大概还是维持在1亿 跟10月的营收 差不多的状况之下 大概这一季的获利可以来到 大概0.8到0.9块 甚至说在上半年 它有处分这个基台的利益 大概是8,675万 换算成每股的EPS 大概是0.63块 你把它全部加总起来 你就会发现 今年的台积科 好像可以赚到4.2块 那现在股价多少 大概还不到35块 你去看日月光的这个股价 大概现在20多块 EPS多少 不到2块 所以你如果去做一个对照 你就会发现 台新科的这个本益比 是真的相对比较偏低 所以投资朋友 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一个可以赚4.2块的公司 目前股价才在35块 那它后续 它的这个客户的这个部分 还有订单持续下给它的一个状况之下 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能够 趁着这样子的一个上升趋势 如果碰到一个上升趋势线 或是一个时日线的一个支撑的部分 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开始做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法人也最近折磨比较少一点嘛 因为可以关心到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在这一个礼拜以来 感觉起来好像对于台新科的折磨 好像加码幅度没有这么多 对 因为它之前买比较多啦 那这个地方当然它会比较担心说 台新科会不会在相对的高档区 它比较不敢买 但是我们目前看到说 11月营收不错 那后面有大胆做一个 这个进铸的一个动作的话 我相信法人在这个地方 虽然有稍微停滞的状况 但是你看哦 法人的持股它是外资持续在买 是投信在做调节 那投信要不要趁着这个利多 开始又做一个这个回补草 其实投資朋友在这个地方就要特别注意 当然我们还有一档 我要特别注意啊 是这个汉维克的部分 哎呦 上个星期是反而调节居多 对 而且上个礼拜你看调节866张 为什么 因为这个所谓的大股东的部分 开始做一个这个申报转让的部分 会稍微压抑一下股价 当然会不会因此而去压抑高价股的这个股价 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们看 高价股的部分好像不是表现那么好 会不会受到这个因素影响 投资人也要在这边特别做一个留意 可高价股当中3008大力光表现还是非常的好啊 这个星期还有没有可能持续带领整个电子股再往前冲 张老师怎么看 好 我直接讲哦 我认为汉维克的事情 不会去压抑到他高价股的问题 因为汉维克本身自己的股本就这么少 成交量一天才多少张 那法人卖出跟大股东人卖出 那是他自己个人 单纯本身那家公司已经涨了这么多人家 卖也是很合理的 怎么修正 其实他投资朋友自己也知道 往往的时候股价的高点 当时应该最大的利多就是MSCI 讲说把它纳入它的一个权重的时候 我当时跟大家说过了 我认为当股价涨到 连外资都认为要纳入权重 你就不用去特别 所以你这样回头看一下 那整个股价就离那个点 当时财务就在那里而已 所以事实证明 这中间备用很多台股是有一些 我讲去实在话啦 法人跟公司派之间是有一些配套措施 所以投资朋友在股票市场上的风险 你要自己抓一下 所以像今天的观察指标 柳达有利多 那为什么刚刚我特别讲 反而柳达有机会表现这一天或这个礼拜比奇美店强 因为前一个礼拜 柳达走势比奇美店弱嘛 那奇美店已经走得这么强了 现在你要去注意的是 奇美店一波从11块涨到15块 连续涨几天 1 2 3 4 5 6 7 8 进入时间转折 如果他量再不补出来 再追高的力道 当然这就叫风险 所以奇美店我认为 相对来讲 这是个轮动的 大阪式轮动 你不可能同时间 有打奇美带在一块工 如果两家公司带在一块工 简单的说 这个台股今天大概又是涨超过不到几十点了 所以呢 这个轮动过程里面 各位你要是注意 时间波还有包含 个股位阶的不同 另外最后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我认为鸿海集团 因为今天的营收确实表现出来 大家都看到了 不错 而且鸿海跟正威位阶比较低 所以今天鸿海跟正威 会是一个 有没有办法带起NB相关 营收成长的公司的指标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讯号 另外呢 还有就是高价股 我之前强调过 大力光的部分 那个是人家把人在玩的 各位你如果大力光的部分 你的章数或者说你的那个实力没有办法 看尊重就好 我们的目标可以把它拿来去 拉回来的像宏达电 像拉回来的可乘 还有最近拉回来的整理过的触控TPK 我认为本周这个地方可以开始准备找买点 但是呢 轮动的过程里面 我认为手机跟触控已经轮动到比较属于 比较下面的 我就是说补涨的主流 你像阳滑的部分 触控的阳滑 我之前跟大家谈了大概一个月 各位 来到最近几天 终于正式的突破 这就是一个会带动其他主流 比较熏闹 那我要告诉大家 第一主流没错没关系 可以耐心等 第二主流一有熏闹发动 要赶紧做把握 祝大家顺利 好 谢谢两位分音师 今天为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 而更多台北股市的开盘讯息 都在稍后节目现场 我们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马上回来 股市冠军张老师投资心法 生活简单就是幸福 但学会简单却不简单 不执着的人生才会更轻松开阔 股市投资本就有风险 输就输在你太执着 人性弱点我掌握得到 服务助人更是我的理念 每日赠送研究资料 免费索取专线 02-2351-3999 02-2351-3999 台湾好所在 全新出发 资深房地产专家田大全 以全新观点带您专业掌握 国内外房市脉动和讯息 现场直集 全台各地中古屋 暗星城屋 审美观察 设计师帮屋主 逐梦圆梦 不管你想买房子 卖房子 租房子 看房子 交房子 田大全 一次告诉你 请锁定三立财经台 台湾好所在 我把风险打在第一位 做出更正确的一个判断 因为细节决定了成败 这些台湾知识 跟你的生活 做些连结 完全地沉浸在这一块里 非常有挑战的 一门学问 一眼中的关 是一种被我实现的过程 我会在你一下 由我 苏贤 为你创造台湾的心情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